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注意身边的这两个大家伙了 竹笋 个儿头真是太大了 在它的产地广东省英德市 这种竹笋又叫麻竹笋 动不动就长一人高 最重能有四五十斤 当地人过中秋时 餐桌上少不了这种大个儿的竹笋 清炒 干边 焖炖 涮火锅 吃法特别多 不过在以前 这种竹笋并没有能让英德的种植户赚多少钱 这种局面直到最近几年出现了改观 人们因地质疑 变着法地靠竹笋赚钱 现在咱们就去广东省英德市 看看这种一人高的大竹笋 是怎么让大家伙赚钱的 这位种植户正在砍的 就是英德市的特产 麻竹笋 跟全国很多地方的麻竹笋比起来 英德麻竹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就是个头大 随随便便都有 三四十斤都都有 你砍过最重的是有多重 四十多斤 五十斤 整条麻竹笋砍下来 并不全都能吃 一只胳膊把竹笋抱住 另一只胳膊手起刀落 一段已经不能吃的木质化竹节 就掉在地上 紧接着再一刀 一段能吃的鲜嫩竹节又掉进框里 能吃的竹节和不能吃的竹节交替砍掉 一刀一段 绝不脱泥带水 砍完一条一米多长的麻竹笋 全程不超过十秒 这是多年操作才能练就的本领 每年五月到十月是应得麻竹笋的采收期 这段时间也是种植户们最高兴的时候 尤其是今年麻竹笋的收购价达到了历史最高 总体的行情是往上涨的 做了二十几年笋 没做过今年这么贵的笋 一块六 一块七 一块八的走上去了 往年有这么高的价格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从来没吃过 这是一块二 一块三 肯定满意啊 一个人可以占十多万 怎么不满意呢 应得市是全国最大的麻竹笋产区之一 2022年麻竹笋种植面积超过八十万亩 鲜笋产量超一百万吨 产业综合产值四十亿元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应得麻竹笋产业十年前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当时应得麻竹笋虽然名气很大 但却主要以粗加工卖原料为主 很少有人去开办麻竹笋的食品厂 办那个食品厂啊 那个门槛太高 因为你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你没有这么大的资金 没有这么大的厂房 还有说实在的 因为我们的文化基础也没这么高 你如果做成这条生产线 我们没有那个技术 那么应得市的麻竹笋产业 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呢 画面中这些正在晾晒的东西 是麻竹笋经过蒸煮发酵之后 做成的笋干 每年中秋节之前 当地人都会晾晒麻竹笋的笋干 因为中秋节的团圆餐桌上 用笋干制作的一道美食 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硬菜 所以这就已经很稳定了 先把这道菜插进行 除了饭 炸煮 以后如果你不得了 要快点 让我们再想炒 加香 然后我觉得 可以 这道菜 或者是 硬菜 吃 都是 筍肝孟娥在英德很常見 但在十年前 有一個人卻因為這些筍肝 而非常傷心 他叫李水清 在英德開了多年的廣市餐廳 每年中秋節之前 他都要收購大量的筍肝 作為餐廳的必備食材 可是2013年 李水清在跟農戶閒聊時 他知道了一個非常傷心的事 農民他是100斤就曬7斤 曬好了他就賣給合作社26塊一斤 合作社以後賣給中國台灣 他就60塊14斤了 中國台灣再加工好賣給日本韓國 大概是250左右了 他們日本跟韓國又加工 賣全球600塊一斤了 相信了不是可惜 為什麼農民這麼辛苦 用努力去搞到這麼好的原料 賣給一集一集賣賣三十集 到了日本賣五六百塊 筍肝巨大的利潤差 讓李水清很傷心 2015年 李水清與朋友一起 投資1000多萬元 開辦了畫面中 這家麻竹筍深加工工廠 主要經營筍肝酸筍等產品 為了保證麻竹筍的質量 李水清的工人們 每天一大早就要去砍竹筍 麻竹筍的外面都包裹著厚厚的殼 竹筍逐漸成熟時 裡面的竹筍才會慢慢露出來 有經驗的農戶 通常觀察露出的竹筍數量 就能判斷這條竹筍 是否到了最佳的砍發時間 這個可以砍 這個可以砍 這個為什麼可以砍呢 它這個是達到我們農民需要的效果了 一個結 兩個結出來 為什麼一定要是露出兩個竹筍呢 如果是一個竹筍呢 還不夠長 倒兩個竹筍剛好 如果三個竹筍呢 那筍就太長了 行了 拿著刀就來 刀拿著來 一砍它 刀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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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這樣就長了是嗎 對啦 對啦 好好 哇 又大又長啊 哇 這個筍我覺得得有20斤不止可能 不止啊 23斤啊 23斤啊 對對對 很重很重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這筍就很多水了 來 漏出來了 來 這個水都能往下流下來 往下流下來了 這是因為早晨砍的緣故嗎 對對對 很多水分了 通過嚴格控制麻煮筍的砍發時間 離水清得到了優質原料 做成的筍肝很受客戶們喜歡 公司銷售額當年達到了1000萬元 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看到離水清賺錢後 也做起了筍肝生意 筍肝價格從過去美金二三十元 漲到了美金三四十元 這讓廣大的農戶們 賺到了更多的錢 這裡是重慶市 在竹筍身家工行業裡 重慶和旁邊的四川 是商家的必爭之地 不僅因為這裡的人們喜歡吃竹筍 更因為這兩個地方 匯集著成百上千家竹筍身家工企業 能不能打動這兩個地方的消費者 是一個竹筍身家工企業 能否在業內 博得至高名氣的試金石 李水清的筍肝生意賺錢後 他又把目光放到了重慶和四川這兩個地方 可是靠什麼來征服那裡的消費者呢 李水清經過調研 想到了一個產品 吉時筍 吉時筍是近些年非常流行的零食 可是讓李水清失望的是 公司剛開始生產的吉時筍 口感怎麼也比不上重慶和四川的同行們 廣東不能吃這麼辣的 吃帶一點偏甜的 四川重慶他們是吃辣的 所以我們這個應得做出的筍好感 稍微差一點 他們是不是做出的就好一點 在四川賣的時候好一點就好很多了 然後另外就是說四川人的話 大家都知道的 在吃這一方面他們比較會調味 特別是麻辣這一塊 所以說四川的話 它的調味上面它就做得特別棒 怎麼才能做出 讓四川重慶人接受的口感呢 李水清覺得 那當然是讓四川重慶的技術人員來做 經過打聽 李水清還真找到了這樣一個人 他叫李力健 之前是四川省梅山市 一家食品企業的技術人員 2017年 李水清把李力健請到了廣東 而李力健進場後告訴李水清 要想讓吉時筍好吃 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要聽麻豬筍發出的一個聲音 這個就老了 對 你這樣一劈它是很清脆的一個聲音 噴的一下 對 但是的話我們換一個嫩的 你看 它就沒有聲音的 看到沒有 這個摳開它是沒有聲音 對 像這種老的就是 對 它就會啪的一聲嘛 你看 對不對 這樣就比較老了 對 吉時筍它那個口感的好煉 跟這個有直接關係嗎 有 這個的話是絕對有關係的 因為你如果吃著比較老 不化渣的話 消費者的話 他以後他就不會來買你這個東西 李力健到來之前 李水清是很重視原料質量的 可為什麼還是有老的麻豬筍送進場裡呢 李力健調查之後發現 問題主要出在種植戶砍筍這個環節上 因為他農夫他去砍那個筍的話 他們由於這個光線的原因 他有時候他也不會說完全 每一個每一個都去砍很仔細 第二一個就是說 他在這個砍的過程中有的農夫 他也不是說能夠完全去辨別 這個就是老輪毒到底有沒有砍得很乾淨 這是工人在用刀 把竹筍老化的地方削掉 李力健發現問題後 李水清專門安排了這個崗位 與此同時 李水清又跟合作社和農戶們提出 只要大家把控好麻竹筍質量 他就把收購價提高10% 給兩粒筍 我就要這個質量 不能老 這不長 價錢給高點沒所謂 那合作社會開心了 農物也開心了 他質量就好起來了 與此同時 李力健也開始在及時筍的口味上下功夫 這是李力健調配出的及時筍紅油 李力健告訴記者 雖然這些紅油看起來沒什麼特別 但卻是專門針對重慶和四川消費者口味 研發出來的 然後我們這個吃的就是咯蹦咯蹦的很脆 每嚼一下都是咯蹦咯蹦的特別脆的那個感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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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裡邊那個 辣椒和油的那個香味特別足 對 剛剛你吃起來是屬於是很嫩很脆的這種 也就是因為我們在前端我們就把這個原料控制的比較好 該去掉的不能要的部分已經去掉了 比如說老的啊或者那個就是不能用的啊 這個我們就已經去掉了 脆嫩的麻竹筍原料再加上正宗的麻辣配方 李水清公司的紅油及時筍上市之後 終於打動了四川和重慶消費者的味蕾 推向市場後很快就成為公司最賺錢的產品 賺 賺錢 肯定賺錢啊 我們價格還有優勢 加工的成本特別低 以前呢 一級的是四川重慶賣給我們廣東的 現在我們就反燒給四川重慶了 這一個單品上你們賺了多少錢 一年一百萬左右有的 紅油及時筍爆火之後 李立健和李水清再接再厲 又接連研發了更多口味的即時筍產品 不僅在四川重慶大賣 而且以四川重慶為跳板走向了全國市場 不過就在大家向李水清投來羡慕的眼光時 2020年一次到廣西柳州的出差 又讓李水清發現了一個賺更多錢的大機會 機會來了嘛 大機會來了嘛 螺絲粉跑得快 我們的筍一樣跑得快的嘛 在柳州 要問什麼食物最有當地特色 那一定非螺絲粉莫屬 尤其是螺絲粉那讓人欲罷不能的酸臭味 讓很多人趨之若鹜 而螺絲粉酸臭味道的主要來源 就是用竹筍做成的一種配料 酸筍 2020年 李水清到廣西柳州出差 他驚訝地發現柳州螺絲粉在這一年 銷量暴增 而酸筍作為螺絲粉的配料之一 很多螺絲粉企業根本顧不過來自己生產 這給了李水清公司一個難得的大機會 整個螺絲粉賣的是非常火爆 他們的訂單量非常大 第二個的話就是因為英德這邊 有這個價格 優勢 所以說越來越多的螺絲粉企業 都願意加了我們這個採購中 接到酸筍訂單之後 李水清還想賺更多的錢 剛開始螺絲粉企業都是採購大包裝的酸筍 回柳州之後再做成小包裝 而李水清卻直接在英德就購買了 就把大包裝的酸筍做成了 畫面中這種小包裝 既省去了螺絲粉企業的麻煩 又提高了自己的利潤 大包裝初加工給他 初期的東西給他 他還要加工 給他一小包一小包給他們 他回去就不要再加工了 看著成本就高 實際一記起來 他的成本就更上很多 他又好 我們又好 小包裝酸筍讓李水清的訂單接連不斷 從2020年到2022年很多同行們經營受到影響 但李水清工廠的銷量卻逆勢上漲 整體銷售額2022年達到4000萬元 成為行業裡的佼佼者 除了李水清 應得麻煮筍行業 近年來還有一位創業者堪稱傳奇 他叫江思納 2019年之前 他還是當地一名普通的公務員 但辭職創業短短4年 他的公司年銷售額就達到了2000萬元 而讓他完成這個華麗轉身的 就是他種的一種非常特殊的麻煮筍 好的好的 怎麼樣呢 其實除了有一點竹子的味道之外 沒有什麼其他的口感 很脆 我感覺就有一點像吃那種黃瓜的那種感覺 更香 對 對 對 我們叫它叫水果竹筍 就是它當然不像西瓜 蘋果 傳統的水果的糖度那麼高 但是比起一般的麻煮筍的話 它其實是少了一個色味 除了沒有補色味 江思納的麻煮筍價格還特別高 比普通麻煮筍貴了好幾倍 首先我們普通的麻煮筍 今年已經算是比較高的一個價格了 就是每四斤大概在一塊六到一塊七之間 而像我們的這個田豬筍 如果是帶著皮來去賣的話 大概就是六塊錢一四斤 那如果是變成了我們這一種 已經處理過了 就已經剝了殼的 這樣的一個成品的話 大概在八塊錢一四斤 那你們這個竹筍的這個銷售情況怎麼樣 供不應酬要需要訂貨的一個狀態 很簡單的這個 憑藉這種特殊的麻煮筍 江思納的公司在當地麻煮筍行業裡 獨數一致 江思納創業四年 公司銷售額就達到兩千萬元 是行業裡冉冉升起的一顆創業新星 江思納是怎麼做到的呢 江思納是頭生頭長的英德人 2013年研究生畢業後 通過考試成為一名公務員 可到了2019年 江思納卻突然要辭掉穩定的工作 創業去賣竹筍 因為本來我也下鄉 就我以前也經常寫材料要下鄉 那其實在了解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這個產業 並不要花太大的力氣 但農民好像幸福感也挺不錯 如果是加以我一些專業的技術的話 那是不是會更可觀呢 江思納以前學的就是農業方面的專業 她發現英德麻竹筍雖然很有名氣 但跟全國很多地方的竹筍比起來 卻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 這是我們剛剛採摘回來的一顆新鮮的麻竹筍 那它除了它的特點是巨型筍個頭比較大以外 那它其實在口感上也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口感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先嚐一口 然後我們再來談有什麼區別 什麼感受 這個也太苦了 這個就是完全沒有辦法下嘴的這種感覺 那其實我們英德的麻竹筍 它是屬於華南地區種植的竹筍 那華南地區因為氣候的關係 它出土的速度非常快 那我們的竹筍要保護自己 不受天敵的干擾的話 那它自然分泌出來了一些苦鹼跟我們的草酸 讓病酬害覺得好苦 然後我就不侵害這顆小筍了 那那個苦沒有毒吧 沒有毒 它其實苦鹼的話甚至是對身體是有益的 但是在口感確實口感上面就會有一定的一個不適應感 麻竹筍有苦味是正常現象 以前從來沒有人覺得這是個問題 但是江思納卻心想 如果能利用科學手段培育一個新品種 把麻竹筍的苦澀味去掉 那就能在麻竹筍行業裡開闢一個全新的市場 前景一定會很好 就這樣 2019年江思納辭了職 找了三個合夥人一起創業 但沒想到的是公司剛成立不久 江思納就和股東們拍起了桌子 我們經常拍桌子整得面紅耳赤 就是大家都不同意大家的立場跟觀點 我們一開始的話覺得說有點不可理喻了 江思納做了什麼事讓股東覺得不可理喻呢 原來公司剛剛成立不久 合夥人覺得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銷售業務上 但是江思納卻要拿出30萬元的資金 去培育沒有苦味的麻竹筍新品種 這可怕股東們給嚇了一跳 本身它帶著苦味都已經是幾百上千年的一些歷史了 從種苗這個板塊來去做 那我們就進入到完全掌心的一個賽道裡面去了 這個技術還有這個資金還有這個精力的一些投入是相當大的 他就覺得你的腦子壞掉了吧 為什麼會選這樣的一個選擇 雖然遭到了合夥人質疑 但是江思納卻始終堅持自己的想法 吵得激烈時甚至拍起桌子 雙方陷入了拉鋸戰 最後面我們就拉鋸戰的一個結果就是 我可以給你去嘗試但是面積不能太大 就是這個成本必須要在我們可承受的範圍之內 覺得她確實是不走尋常路的一個女漢子吧 女漢子 你剛才說她是女漢子 是的 你敢當她面說她是女漢子嗎 這個不敢 她是女漢子 我可以給你去一切 而且她就不讓她們吃到一半 她來說她過幾千萬元 在李水清 姜思纳等 一大批创业者的带动下 应得麻竹笋的收购价 今年达到了历史最高 广大农户也因此 赚到了更多的钱 我们从去年的平均一块一 到今年的一块六 一块七 那这么增加的 全部都是到了农户手中 就不会说有的产业 哪怕你涨价 可能还是在老板手中 对我们整一个产业 连龙带龙 效果是非常好的 应得市地处广东省北部 自然条件非常适合 麻竹笋的生长 但要想让好的品质 产生高的收益 最关键的还是要围绕市场 多做点文章 摒弃低端发展的老路 像节目中李水清 姜思纳 两位创业者一样 及时根据市场环境变化 不断寻找新的市场需求 正所谓只有主动适应市场变化 才有可能在市场上 找到发展空间 好了 感谢收看 《团圆丰收礼》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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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